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我们就是希望人民要过上好日子 但是来看到这个好日子呢 连瘦肉精也要吃下肚妈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 在上个月15号抽验了 台糖安心屯梅花肉片 结果发现了含有不得减出的瘦肉精 西部特罗 这是将近十年来 国产肉品首次被查出有 肉品含有瘦肉精 但是看到行政院实案办 在昨天开的记者会 强调中央所送检的45样的样本 都没有检出 而现在变成了各说各话 好我们就时间续 带你一起来看看 究竟双方怎么说的 在2月2号台中市卫生局 是验出了有台糖猪肉的含有瘦肉精 但农业部就说这个源头要来查 从源头的猪场 猪肢要来进行检验 那隔天到了2月3号 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说 他们是检验的6次 而且依照程序重新的取样 都是有检出 邀请了食药署共同来赴宴 那么在隔天的时候呢 农业部也有回应 表示说呢 这个来源株枝的血清 毛发还有饲料的样本呢 送到了续产会 但是都没有检出 而且到了2月4号呢 还说了45件样本都没有检出 食药署更是说 加工厂没有异常 好我们来看到了 其实呢整个事件呢 那台中市食安处说 是他们花了18天 做了6次 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他们必须要公布出来 好但是我们看到了 本来呢 这个官方是要用 新闻稿的方式来进行公布 但没想到在昨天是 大阵仗进行了实体的记者会 而且这个层级拉高了 这个行政院的食安办也来 包含了卫福部 经济部 农业部 台糖 但是呢 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记者会当中 为什么台中市就是会检出啊 但是呢 看到我们的官员 怎么讲都讲不清 那王毕胜还特别说要提醒呢 台中要审慎调查 有可能是未央信 而且说厘清问题是需要 透过第三方再来做检验 而且呢 这个王定宇就说了 这整个事情呢 他的定调 认为是台中市的政治斗争 不过呢 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他们是同意把检体交出来 就是这一批 交给食药署来进行检测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信工公司 因为他是协助加工的公司 遭到了波及 信工呢 也发了声明稿强调说 在宰杀 还有分切的过程 不可能是有交叉污染的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畜牧端 其实呢 信工在四年前 也曾经因为卷入了 开放这个莱猪进口风波 不惜公开的打脸时任 行政院长的苏贞昌 强调说不可能赞同开放莱猪的 也捍卫了自家的商与 好我们来看到前立委 郭正亮怎么分析 他质疑说了 台糖在去年呢 养猪只有18万头 比较往年呢 平均33万头都还要低 所以他认为 一定有很多是外购的 他说讲白了啦 不排除是包含有美猪在里头 好我们看到呢 整个的事件呢 那么中央强调说 是要负减商品领减出瘦肉筋 那么卫福部次长王毕胜也质疑说 台中市府呢 基于公布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好立委呢 许巧心就痛批了 中央不感谢地方政府 认真在稽查 反而现在呢 你来责怪台中市政府 而且呢爆料这个食药署的人员 曾经暗示台中市府 对瘦肉筋问题不要公开 痛批实在是太离谱了 台糖冷冻梅花猪肉片 被台中市府验出 含有希伯特罗0.002ppm 行政院跨部会召开了记者会 强调复检商品 零检出瘦肉筋 将近一个小时的记者会 从采验的流程到采验方法 官方讲的清清楚楚 但对于为何台中市政府 六次检验都有验出瘦肉筋 中央人说不清 因为这个是极低的值 那可能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实验室的相关问题 我良心这些都要考虑 所以可能要慎重一点 台中市政府他们验了几次 六次 实际上面为求谨慎 验了22次 那一包300克左右的肉品 有均值的西部特罗的分布 台中市府多次检验 5号早上也收到了台糖申请的复验公文 将由实案处做相关的复验作业 自始至终只希望为人民的实案把关 汪碧胜却大酸 台中市府太急着公布问题 食品药物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 是不是要再更审慎一点 各位记者先生也是再去问一下台中市 他这个急于公布的这个理由 到底是什么 中央照理来说 应该要感谢地方政府认真稽查 他们感觉呢 让大家觉得台中市政府 查出问题是不对的事情 非常的离谱 台中市卫生局屋内表示 六次检验出阳性市事实 本就该预防性下架 否则等业者两桌内申请复验 再行下架 问题产品早就被百姓持下肚 食药署的中区的人员 过程当中在台中市政府 正式公布之前 曾经用暗示的方式 转达台中市政府 验出来可不可以不要公布 但如此一来 公务人员会违法 通批中央出事不帮忙 为福部忙着盖牌 台糖猪献瘦肉精罗生门 蔡政府的食安五环 缓缓失手 就让我中央说函台北报道 台糖梅花猪肉片呢 被验出了有瘦肉精 那么食安风暴现在延烧 演变成了罗生门 农业部呢 公布了45件检体零检出 而卫福部次长王毕胜说 含量不高可能是胃阳性 但是呢外界不满 批评说认为有就是有 而西部特罗的毒性 比莱克多巴胺 还要高尚将近有千倍 恐怕未来还有 未验出售肉精的部位 而整体的事件是一云重重 现在原始的检体 也将会送回食药署 来进行检验 加上猪肉冬条细选 爆出瘦肉精风波 民众买肉都得心惊胆战 卖场急着下架 冰柜里早已不见 台糖猪肉踪影 只不过4号晚间 方向急转弯 所有检体瘦肉精 零检出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对外说数值极低 成问题恐怕来自实验室 可能是伟阳性 中央在做这样的一个论断 事实上是非常不恰当的 但这含量不高的说法 引来学者不满 台大受益学院名誉教授 赖秀岁早已指出 西部特罗毒性比莱克多巴胺 高赏近千倍 重大食安问题不容小区 猪肉只要含有西部特罗 心跳过快 血管扩当 还有肌肉会占走 长久化也会增加一些 吸血管疾病的风险 农业部追查结果出炉 45件检体真的都没有瘦肉精吗 台湯猪肉源头来自嘉义南境养殖厂 但不论是活猪 毛发 血清饲料等 全数过关 而负责分切的屏东性供屠宰场 刀具检验 也是没有污染 让整体案件迷点重愁 外界游戏 是否有更大量的部位 没有验到 万一后续有问题的肉品 再流出后果不堪设想 肌肉的大小的部位 有不同的部位 当然有不同的分布的差别 没有去测它的身份 怎么可以说呢 应该要第三方的盲样测试认证 是瘦肉品验出瘦肉精 再度掀起食安风波 中央提出可能有误差 到底从哪来 就等原始检体送回食药署 揭开真相 这周天节 陈明轩台北报道 台中市卫生局在2月2号公布 他们查到了台糖的梅花肉片 检出有瘦肉精 西部特罗 但是我们来看到 中央的检验结果却是大不同 中央在昨天呢 由行政院食安办 召开一个大型的记者会 各个部会都来了 表示说呢 中央送验的45件的样本 都没有检出 但是呢 台中市实案处说 他们是花了18天 用两种的方式 检验了6次 都验出是有 肉品含有瘦肉精 而且呢 所以才会公布这样的结果 现在呢 剩余的检体 现在已经妥善的保存 也可以提供中央 一并拿去做检验 但是我们看到 昨天的这场的记者会 卫福部次长王必胜说 因为呢 这个检验值非常的低 浓度非常的微弱 食药署呢 有提醒 是不是要更审慎的调查 在公布 但是他们认为 是台中市政府 太过着急了 还说呢 公布的太快了 公布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在昨天这场的记者会呢 看到一整排 全部呢 都是一排排的 都是官员 但是呢 就没有人可以说明 为什么台中市政府 会验出瘦肉精 那我国的猪肉 到底肉品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呢 中央在昨天完全都没有解答 台中市呢 现在也说了 他们可以找中央一起来复检啦 看到网友很多回应了 网友就说了 这18天之内 台中验出了六次瘦肉精 那难道还不公布吗 难道是要高欧学高端说 当机密封存就算了吗 另外还有人说 正常人都是选择台中市政府吧 有人说就想问了 公布瘦肉精 检出这个是有罪吗 还是说掩盖事实不公布才有罪呢 而且是攸关民生的问题 你不公布的话 难道又要封存30年 另外还有网友说了 卫福部处理高端 那个才叫做审慎啦 你地方政府应该要多学者点 我们就来看以下这个报道 龙历年前台中市府竟然检出台糖的安心屯 冷冻梅花肉片 竟然还有瘦肉精西布特罗 零点零零二ppm 共两千多包全数售出 恐怕已经有不少被民众吃下肚 但中央态度强硬 质疑地方制造恐慌 比较两边的检验结果 台中市实案处花了18天 以两种方法检验六次都验出 肉品含瘦肉精 农业部则查验45件 包含同批肉品 血液 麻法 饲料等 却是全部都没检出 中央要求台中交出检体 和暗酸市府急于公布 台中市决定将剩余检体一部分 提供中央复检一次 卫生局也在中央监督下 自行再验一次 实案处都是依据中央公告的 检验方法来检验 那发现异常 按照我们台中市的规定 我们就是要及时的公告 我们不公布 其实我们公务人员 也有独自的风险 台糖肉品有没有瘦肉精 陷入罗生门 但正逢年节期间 猪肉需求大增让猪农心急如焚 中央还不给出确切答案 却大骂地方太早公布 网友炸锅大蒜 18天内都验出六次阳性 不公布是要比照高端 当秘密封存30年吗 绿营高官问百姓急什么 人民才觉得莫名其妙 你大观骂什么 还是这些独瘦肉精都进贡 给你们大观来吃呢 莱茵更要中央查清楚 难道是台糖猪混入了美猪 才验出有瘦肉精吗 每一只猪只有五公斤的梅花肉 每一个超市都可以买到 代表着梅花肉 就是最有可能混进口肉的肉品 到底台糖一天屠宰多少猪汁 就可以算出 它的梅花肉应该要有几公斤 如果因为验出来有瘦肉精就要被中央政府提告 看看人民是会站在揪出问题的专业公务员这边 还是站在外遇政客的这边 台糖安心屯已经让人民觉得不安心 来应质疑若中央还想要地方封口 恐怕只会更失明星 接下来我们李确远SL4台北报导 日前台中市政府卫生局验出了 台糖安心屯梅花肉片含有瘦肉精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这表示什么呢 就是台湾可能有人是在用西部特罗瘦肉精 这个事件如果是属实的话 就不是小事情了 希望中央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 回归科学彻查清楚 否则的话民众将会对中央政府失去信心 我想有一件事实是很清楚 就是台湾可能有人在使用西部特罗 这一款收入金 如果这件事属实 那就不是小事 中央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 彻查清楚 对外界有清楚的说明 否则会让民众再次对中央政府失去信心 食安的问题事关重要 绝对必须非常审慎 而且要回归到科学的专业 台中已经经过六次的检测 那也接下来会请中央食药署 一起参与复验 而很多县市也都进行了预防性的下架 台北市我们昨天在第一时间 也宣布预防性下架 同品项的梅花猪肉品 同样的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即刻启动了全面的清茶 而且虽然在架上没有发现 这个同批号的肉品 但是我们对不同批号还是有进行抽验 所以一切一定会等我们检测的结果 合格才会恢复上架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立场 那我要强调的是 其实对于食安的议题 中央跟地方共同的责任 所以对于食安的法官 没有最审慎 只有更审慎 所以希望中央政府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听到哨音我们一定要有警觉 而不是让吹哨者近身 是要解决问题 绝对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所以对于食安的问题 我们还是一样 回归科学基础 回归科学专业 清楚都要说明才能够对民众解除他们的疑虑 其实台中跟台北 我们各个县市 我们检测的方法 都是依照中央所公告的检测方法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会等到 我们相关检测结果出炉之后 我们才会很清楚 合格才会恢复上架 我想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任何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丧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